國民黨十一員參選人洪玉鳳 林彥柱及蔡玉芝 近日召開記者會 強烈抨擊警察局和公務局互踢皮球 對於不同黨派候選人態度窘異 他們從8月30日 就開始進行候選人刑警路段申請 上午前往選委會登記參選時 卻無警力部署在刑警路段 甚至有不同陣營候選人前來挑釁 爆發衝突 要去登記呢 登記只有三個人嗎 不是啊 那你叫我 你妹妹叫我們申請機會遊行 那這不是違法是什麼 民黨要走的就不用申請啦 國民黨要走的就要申請啦 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不管是保安單位或者是警察單位 甚至於我們公務局這邊 應該是平工處理 不要有那種藍綠差距的待遇 在這裡我們互相包括起床好選人 也能夠用到更寬闊的心胸來對待不同陣營的候選人 我想在公平的氣泡店 這能夠把台南市民主 所謂的民主加分啦 洪玉鳳氣憤表示 公務人員應保持行政中立 但是今日卻百般阻撓他們 難道上頭給了行政壓力嗎 才會出現不同黨派不同標準的狀況 此外若警方早已知道會有人前來鬧事卻不告知 那他們的人身安全又該由誰負責 警察局第四分局副分局長邱文亮回應 因為陸權屬於公務局 所以程序上本應承報 可能是溝通上有誤會 才會產生公務們互相推卸責任的感覺 公務局它是主管機關 所以我們收到這個 你告訴我們說要申請陸權 那當然我們把這個陸權的一個業務 我們轉移到公務局去 這是我們的做法是正常的一個方式 如果沒有講清楚照到誤解 或許有可能這個狀況發生 那如果有講清楚了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狀況 其實我也不曉得啦 警察局你把我的公文踢到公務局去 公務局也回文給我們 然後你又說我沒跟警察局申請 我一開始就跟你警察局申請 雖然選擇選舉的選情加温 但是來自行政部門的 這樣子的一個綠色的壓縮 越來越嚴重 我們在這裡呼籲說 包括市長在內 我們希望說給台南市所有的候選人 不管他是哪一個陣營 都有一個公平競爭的一個空間 邱文亮進一步說明 警方事先並沒有收到任何情資 顯示會有衝突產生 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知而不報的狀況 面對不同黨派也絕對沒有差別待遇 只要在轄區範圍內都會負責處理 隨著選戰逼近 衝突在所難面 此時公部門更應公正地對待不同陣營候選人 維持與安定社會秩序 記者楊凝子王岐勳台南報導 spin 發訪 其實 我們要正確選人 我們要假設 選人 por 選人 選人 範圍 選人 選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